讲修行落实于生活 讲经典样样于人生 欢迎来到禅心学院 聆听达观师父教会 开启智慧人生 唱谈六祖谈经 七八零 直管展现 整理者心灯 读诵者心音 说你没有心 但是你明明有烦恼 说你有心 你又偏偏拿不出来 有心你就有烦恼 若没有心 那就死了算了 那是雕像 比如你今天没有带雨伞 于是你害怕下雨 所以下雨变成了你的烦恼 但是如果你不怕下雨 下雨就不是烦恼了 假如你不怕你的心胡思乱想 既然是妄想 还谈什么抓不抓呢 不要起心动念 不就是石头吗 我问你 我是男生还是女生 这样有没有起心动念 这代表你们害怕起心动念 你说我是男生 我扰乱你的清静 我扰乱你的清静吗 那个涌泉不但会流动 但它是清澈的 一个清澈的水 不断地流动 那叫涌泉 那叫生命的泉涌 泉源 涌泉其实就是佛性 你说它不动是错的 它是动的 但它是清静的 我们动 我们是浊水溪 是土石流 我们的水是浑浊的 一直绕 伤害很多人 佛性本来就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就只在那个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就好 你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但是对于该做的事情 只是做 做的时候 不用去执着之后会带来什么 比如别人对你的肯定 赞叹 会有什么利益 这都不是你的重点 那都是后面别人脑袋的概念 比如 我今天帮助你 那是我生命的展现 至于你要不要谢谢我 跟我生命的展现无关 或者 你根本就不领悟 那跟我没有关 但是 一般人就是做不到 假如我有一颗心帮助你 那就是第一个障碍 我自己感觉到 我很用心帮你 帮完你之后 我再等你回报 当我在等待的时候 这是第二个障碍 当我看到你回报的时候 那个果实 就是第三个障碍 从头到尾 你起这些心 都是你的障碍 因为无论它回报 好与不好 跟你生命的展现 根本没有关系 但是你没有办法 看到你生命的展现 你只看到你生命之外的东西 你要在你生命以外的东西 去论成败 论价值 幽谷里的兰花 它开花只是开花 有没有人欣赏 都不影响它开花 但是 我们看孔雀就不一样 好像越多人看它 它开瓶 就会开得越欢 而如果没有多少人看它 它就索性不开瓶 所以 孔雀也没有开悟 但是 深山里的花就不一样 有没有人看它 它都没有关系 它该开花的时候就开花 它没有觉得开花是尊贵的 它该凋零的时候就凋零 它没有认为凋零是悲伤的 不会因为有人看它 它就产生傲慢 也没有因为无人看它 它产生英雄 无用武之地的想法 这些概念 都是你创造的 因为你创造了这些概念 让你产生很多痛苦 其实 并非不能没有概念 而是你起这些概念 只是为了方便帮助别人 但是 一般人的概念 反而是生出来 既伤害自己 也伤害别人 你看看你的想法 你的想法生起来了 你自己也烦恼 别人也痛苦 不是不能展现 开悟的人双赢 双赢也只是个假名 迷失的人两败俱伤 文后思维 你是如何展现你的生命呢 心平何劳持戒 行职何用修缠 感恩六族会能大事开始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